缘接遏之 阿梅啊 阿梅啊 少了一点啦 胃痛耶 好啦好啦 哥哥 再等一下就好了 阿梅啊 你在帮你哥哥画什么 我在试试啊 试试 试什么试啊 镜中报国 什么镜中报国 这 真想你巴拉人姆啦 阿梅啊 我叫你帮我写镜中报国 你怎么乱写啊 害我被阿达他们嘲笑 你怎么走 以后我不要带你出来玩了啦 哥哥 我和爷爷都没有乱写 阿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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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来 来爷爷这里 阿文啊 你带阿梅过来 你带阿梅啊 你带阿梅啊 谁欺负你啊 来讲给爷爷听 阿梅啊 爷爷 爷爷 阿达 阿福 阿妹 还小 没念我书 这当然不会写字 所以你们应该教阿妹试字才对 不可以嘲笑她吗 对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阿妹 对不起 以后我们不再嘲笑你了 我们也愿意教你写字 谢谢你们 阿达哥哥 阿福哥哥 阿文 你怎么想要叫阿妹 帮你在背上写这个尽忠报国呢 爷爷 我听说以前有位将军 他妈妈在他背上 赐了尽忠报国四个字之后 听说他就变得很厉害了 真的吗 爷爷 真的吗 那是在宋朝 宋香州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 一位名叫岳飞的人 家中虽然贫穷 但他仍然很喜好读书 尤其对左传 春秋 孙如兵法等特别的喜欢 不但如此 他曾经拜周同老师学射箭 由于力量大于平等人好几位 只要一开弓箭 他都能够反发反处 当时金银行习惯 岳飞心不想 就国家斗断 贫富有责 于是他拜别了母亲 从军报国 岳飞临别之时呢 母亲在他的背后 刺上了 敬忠报国这四个字 希望他能牢记在心 依此为范 也能敬忠报小国家 岳飞从军报国之后呢 此时战都有良好的战绩 在他的一生 进步两百多次的战役 以守其多 在南巡门 以八百名岳家军 打败了王山的十多万人 在燕城 以五百几名 打败了几名 一万千几名 很大 当时皇帝高宗 也亲自写了 金中岳飞四个字 做成了旗子 赐给他 当时百姓一提到岳飞元帅 大家都竖起这大拇指称赞他 好可怕的 哇 酷 偶像 好伟大 可惜 怎么啦 爷爷 接下来呢 无奈 当时有位名叫秦快的奸臣 一心一意 想要加害岳飞 还有跟岳飞一起的弟兄们 于是秦快 于是秦快编造了许多的奸计 不只是阻止岳飞元帅的军队北上 还将岳飞免去元帅 再以莫须有三个字的罪名陷害他 结果被刺死于大理的风波亭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江南的百姓一提到秦快的名字 都十分的愤怒 人人都讨厌他 所以我们要以岳飞做榜样 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相反的 我们要以秦快为前进 在不去做从事 你们都讨厌他 嗯 好 将来长大我要当岳飞 我也要 我也要当岳飞 我也要 阿妹啊 岳飞是男生 你是女生耶 所以不可以当 不然我当岳飞的妈妈好了 还可以帮他刺尽忠宗报果 什么 尽忠宗报果 阿妹要当妈妈 我才不要呢 不要不要 哥哥 等等我 哥哥 阿妹啊 小心啊 别摔跤了啊 阿妹啊 anni 哈哈